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河中最亮的星成为手枪星 那它本身这边所谓的最亮应该是光度最大的意思 那这边这颗星的光度天文学家估计是太阳的一千万倍 而这颗星的质量是我们两百个太阳质量 那因为它离我们很远 所以我们在地面上即使透过最大望远镜还是没办法找到它 原因是因为大气扰动会对我们的解析度产生限制所造成 所以这一题答案主要还是大气的影响 至于这错的叙述我们也看一下 在太空中才可以做红外线观测这是错的 但是我们的银河系中心有三万光年 那哈勃望远镜代理我们地表就有六百公里 这个其实在比例上 比例上距离的影响几乎是趋近于零的 所以我们还是选A选项 再来这道考题是关于恒星寿命的算法 基本上恒星的寿命会跟它的质量成正比 但是会跟它的光度成反比 因为它要产生那么大的光和热 会大量快速耗损自己的质量 来行核反应 以便让它抵抗自己这个质量所产生的重力收缩 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有个基本概念 就是质量越大恒星 通常它的寿命会越短 那如果按照提干给我们的资料的话 它的质量是太阳的两百倍 但光度是我们的一千万倍 太阳的一千万倍 所以这出彩比例你可以想象 它的寿命应该相当相当的短 所以以这道考题来说 这个数据都是差太多的 差太多的 那寿命来讲它当然是比较短 那恒星寿命跟质量是有关联的 所以这也是错 质量越大寿命越短 所以它寿命应该远短于太阳 那以这个数据来说的话 假设我们乘以太阳的寿命 一百亿年就是十的十次方 那你这样算出来的话 大概是 二十万 二十万 所以以这道考题来说 这个选项 比较接近事实的 应该是小会的叙述 好 这只是大概的估计而已 没有说非常的准确 但可以大致上做一个比较 当然这个资料 在高二下策的地球科学教堂有提到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拿出来 帮各位讨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